作为朋友我才跟你说这些 我不希望你们的孩子 跟宋白玉小的时候一样 活得那么不开心 给你 谢谢 我那儿还有 我真没想到 那个时候他是这样的呀 那个时候他性格好吗 挺好的 而且啊 他还特别聪明 我们那个时候 组了一个密码社团 他总想当大哥 而且什么事都叫着我一起 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吧 他好像特别不愿意放假 我也没怎么见过他家里人 我跟他在一起时间这么久了 说过好几次 想和他妈妈一起吃顿饭 直到他都不在了 我和阿姨才见上面呀 他特别不喜欢别人提的家人 阿姨是很强势 但是我能感觉到 他是真的爱白玉 也是真的关心我肚子里的孩子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破案呀 不知道 不知道 不好说 你认识的宋白宇 和我认识的老宋 这合起来好像都不太像一个人 我认识的白宇 一定会是个好丈夫 也会是个好父亲 我的孩子只需要知道这点就够了 我的孩子只需要知道这点就够了 温温 咱们假设一下 假如他还活着 而且你们也逃到了国外 他是逃不出法律的制裁的 你们和你的孩子 要为他的罪行付出代价 林远昊 我请你说话注意点 我的孩子不是罪犯 我是想跟你说 没有人 能够永远背负着良心上的亏钱 就这么活一辈子 我知道宋白宇给你规划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 但是你想想 他只要被通缉着 你们就得躲躲藏藏地过一辈子 那你们的孩子从一出生开始 就要背负这些 这叫生活吗 这叫苟且偷生 够了 我该怎么了 温婉 按你来说 我应该叫你一声嫂子 作为朋友我才跟你说这些 我不希望你们的孩子 跟宋白宇小的时候一样 活得那么不开心 我多谢你的忠告 我是一个母亲 我知道怎么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有兹夫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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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